好了 小爷 你的手续也已经办好了 陈主任 我想问一下 我的办公位置在哪里啊 就在外面的办公区 不过你大部分时间呢 是在王总的办公室里 他在哪儿你在哪儿 以前的秘书就是这么干的 可我是翻译 我不是秘书 你要是连秘书的活也让我干的话 那你还不如连倒咖啡也让我做呢 你说得好 倒咖啡就是你的工作 革命战士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更何况你的职务本来就是PA 总裁助理秘书 主任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没有误会 我跟你们萧社长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你的本职工作是翻译 可以兼职一些其他的工作 革命战士一块瓦 哪里需要哪里马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不好意思 我不能理解 看来我要先回酒通问一下才清楚 你也不用去问了 我们王总已经说过了 如果你对协议有任何的意见呢 就自然会取消掉 跟酒通所有的合约 好啊 我没意见 那就好啊 来 这是你的胸卡 索菲 索菲 对啊 对啊 从现在开始 索菲就是你的英文名字 王总习惯叫所有的秘书都叫索菲 希望你能够适应一点 不管你叫什么 只要是他秘书 他就叫索菲 好了 索菲 你可以去你的办公位置呢 走了 走了 走 索菲 出门左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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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 来了 索菲 这是你工作的英文名字 这个世界上呢 只有我爸能改我的名字 请问你是我爸吗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把我找来 好方便整我呀 是为了让你更了解你的老板 那我想你应该很快就会让我离开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待在地狱 你都多大了还咬手指 恶不恶心啊 你要真那么闲的话 去帮我倒杯咖啡吧 倒咖啡 你知道谁是你的老板 老板 一份糖两份奶 谢谢啊 好 我知道 你故意说话气我 我一生气呢 就把你开除 这样你就可以离开我 是不是 对 可是你能不生气吗 你能吗 你有着休养吗 老板 请慢用 请慢用 嗯 嗯 嗯 你连生谢谢都没有吗 啊 我这是弄最新鲜的咖啡豆啊 我用美国厂纪帮你泡的 老板 你这样的话我可担当不起 会让我受宠若惊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 修养 我希望你可以拿出一种 跟这个修养可以匹配的态度 来为我工作 欢迎来GMF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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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